同学们好 之前已经说了 老男孩并不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而是讲了两段被血缘诅咒的爱情 俄迪普斯市的禁忌之恋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章节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禁忌 但是我不希望这个视频成为我人生的最后一章节 所以我会以一种很温顺的视角解释给大家听 保证每个人也都能听得懂 老男孩他传递的爱情理念非常的先锋 接受不了他是正常的 如果说现代人的爱情观在第二层 那他的理解就在第五层了 但是其实为了引导观众去接受这种观念 本篇很强调的埋藏有一把上去的钥匙 只要你能找到这把钥匙 你就能上到第三层 虽然不是直打顶层 但是提供了一种上去的思路 这把钥匙就是这一句轻描淡写的台词 那么假设这对男女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你会祝福他们的爱情吗 也许许许多人觉得当然可以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还是会犹豫 因为除了伦理之外 确实还有一样东西 当在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当中 如上所言就是年龄 有些小同学可能还是会疑惑 年龄凭什么阻挡爱情呢 其实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一点 就比较好理解了 假如一个八十岁的老头 他娶了一个二十多岁孙女辈的妻子 你怎么看呢 我可以坦诚的告诉你们 我在十年前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很反感的 我觉得这个老头很恶心 但是我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情 我恶心我的恶心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的那个恶心 它是失了智的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两个人结婚爱就完事了 而年龄就像性别一样 它不是人可以选择的 对吧 有些同学可能察觉到了 我说的是谁的事情 但是我想晚一点再说杨振宁的事 身为一个用电影讲情感的段子手 我想先拿一部片子来给大家看看 来自韩国文艺片曾经的台著 经济的导演的《公》 韩国最美的电影之一 不过看过的人可能不多 所以我简单讲一下故事 所有的剧情都是发生在一艘海调船上的 十年之前 独居的老船长他捡到一个小女孩 老人认为这是神赐予他的命运伴侣 他计划把女孩养到16岁的时候和他成亲 两个人与世隔绝相依为命 直到女孩长成少女 他也从未离开过船上 靠着客人们来船上海调 他们以此谋生 在俗课当中的传闻里 老人有一首非常灵验的算命绝活 因为少女是神的魁僧 他能够听见神谕 通过老人射出三支箭的位置 少女能够看懂神的旨意 平静的时光就这样一直续续到大喜之日的两周之前 一个帅小伙他登船海调 爱上了这个少女 少女也对他产生了新鲜感 因为来钓鱼的大多数是猥琐的叔叔 那两个年轻又好看的皮囊 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散发着荷尔蒙互相吸引 但是老头他注意到了 他吃醋了 射箭警告之后 他把男孩赶走了 男孩则觉得老头恶心 他以正义之名立下誓言 势必要让少女回归社会 然后他就像是被皮卡丘打败的火箭队一样被送走了 从这一天开始 少女和老头就有了隔阂 开始各种实性子闹别扭 老头不再能控制他了 他等了十年 却在最后几天里感觉到了危机 眼见要功亏一篑了 为了把生米煮成熟饭 为了让大喜之日尽快到来 老人暗中实诈 他自己骗自己 把日历上的时间提前推进了好几天 但是他的行为违背了与自己的约定 就好像欺骗了神明一样 招来了神的一个愤怒 一场暴风雨制造了海难 而老人则一心保护叛逆的女孩 海难之后呢 轮船的引擎又出了故障 那老人非但修复好 还被剑出的铁片割伤了 少女就突然很心疼 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的真心 还是向着这个男人的事自己错了 而此时呢 不巧火箭队又找回来了 她带着一张走势二童的寻人启事 要把少女带去找她的亲生父母 少女又动摇了 小伙子和老人针锋相对互不相应的时候 小伙子就提出用算命来占卜少女的未来 何去何从 其实小伙子自己是不信神的 他是想给女孩一个机会 说出他自己想要的答案 老人只得听从了神谕 选择让女孩走 而他悄悄将小挺的这个神扣 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少女离他越远 他就离死亡越近 那么少女看见绳子绊住了小挺的时候 就突然明白了老人的想法 而老人其实也不想就这样真的死掉了 两个人同时割断了绳子 两个人的心就此连在了一起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段异常魔幻的结尾了 小伙子观看了他们的婚礼 新郎和新娘嫁着小挺去到海的远方 宽衣解呆后呢 新郎演奏完了一曲 以情为功 以功为鉴 射向天际 而自己纵身一跃 消失在了大海的深处 他遵从神谕用自己的死 解开了对少女的束缚 当剑再次落下的时候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少女成为了女人 女人最后告别了渔船 渔船也在此刻沉默了 消失在了大海的深处 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老人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段把少女留在身边 他爱得很卑微 但是最后当他纵身投入大海的时候 没有人会质疑这份爱的重量 放手是爱 占有也是爱 爱不只是高尚的付出 也是卑鄙的索取 那其实他的爱从故事最开始就没有变过 但是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对他的感觉却变了 那么重点来了 一根弦 他拉开是一张弓 用来射箭商人 但是同样的一根弦 他奔直的就是一把琴 用来演奏音乐的 这件东西 他可以是乐器 也可以是武器 那么从客观来看 他是没有在变的 那么他到底是商人的武器 还是演奏的乐器 关键权在于 你怎么看 故事的开始 我们乍一眼看过去 自然会把注意力 放在对比悬殊的年龄层面 那么老头和少女 会触发我们对爷爷和孙女的异象 影片先是诱导观众 把他们定义成亲人 亲人结婚 这就挑战了我们的理解 让我们不舒服 但是当他们穿上婚服 少女变得成熟 而老人变得英俊 老人和少女就变成了 新郎和新娘 我们抛开了年龄这个干扰项以后 就能看到本质上的相爱的一对男女了 就会觉得他们是很般配的 你能意识到这一点 就能抓到老男孩的这把钥匙 我们现在回到正片 年龄这个东西 它本来就与爱情一关 因为年龄它是肉体上的一种属性 而爱情它是精神层面为主的活动 除了年龄之外 肉体它是还有别的属性的 比如说性别 那其实对于同性之爱的道德审判 也是蛮不讲理的 说白了 因为肉体无法生殖后代 就不允许精神上相爱 这就像是一个小学生 说食堂的饭难吃 是因为食堂阿姨长得不好看一样 是不在一个维度上面的无理取闹 这个对于物质层的因素 进行精神层面所谓的审判 实在是太麻不讲理了 因为年龄性别 这些是一个人先天就被决定好的 是人无法改变的 并不是他们选择成为这样的年龄 选择成为这样的性别 甚至说选择成为这样的关系 就像一个人天生失明 并不是他要选择要失明 对着别人的出身去指手画脚 这个不是歧视又是什么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应该对这部电影很熟悉了 其实最初的这部片子 它最早有一个版本 它的原型其实呈现的 就是一段跨越年龄的爱情 但是因为上映之后 受到社会普遍的反响很不好 所以被改成了现在这样的 两个人的爱情 就因为社会反响这个东西 它消失了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 虚构的角色的 但是作为一个影视作者 我认为 角色在完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角色是会具有自我的 两个人的爱情 却被一群观众的喜好所消灭了 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在现实当中 杨振宁和温帆的爱情 他们一度也不被看好 十几年后的今天 但是打了多少人的脸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脸疼 那这种对于跨越年龄的歧视 在今天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对于跨越性别的歧视 依旧存在 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真相 就是我们的道德 其实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道德是社会教育出来的 而社会是人组成的 人要都是对的 地球就不会被污染成 现在这个样子了 对吧 那么我的个人设想是这样的 假如把爱情观念分为五层 第一层的爱情观就是封建时代的父母之秘 美术之言了 现在的社会处于第二层 叫自由恋爱 但是实际上自由恋爱不自由的 假如跨越年龄的爱情是第三层 跨越性别的爱情是第四层 再上去就是血缘诅咒的第五层了 思路已经给你了 顺着思路能走多远 就看你的意愿吧 我并不质疑大家的这个能力啊 但是你走得越高 想得越多 你离这个时代的位置就会越远 你就会越孤独 其实尤其是第五层啊 还是不要真的上去了 顺便八卦一句 这个上面其实还有第六层 是在挑战于导演的另一部片子 蝙蝠里面的概念 讲了超越生死和时间的束缚的情况下 纯粹的爱情 是描述的非常好的一个故事 很美 但是也很难理解 那很巧的是有一部激战番 他其实也说了这层 说的简单易懂 甚至有一场极其相似的场面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直进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那么该说的不该说的 都说的差不多了 《党纳号》的解读呢 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 最后呢 我想说一些毫无理性的个人想法 大家就当听了教话 听过算数 我在大概小学的时候 特别喜欢看古希腊的众神故事 那个包括时候看到 《罗地普斯·沙夫曲姆》也是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 这个禁忌 但是后来长大了 到了高中大学了 不管是看 弗洛伊德说的恋母情节也好 还是沙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写的《布伦》的情节 反而我开始有抵触了 我在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给自己立了一块很高大的道德牌坊 但是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沉迷看电影 我看到了类似于《老男孩》这样不一样的作品 后来一步一步越看越多 我从一开始的触目惊心到逐渐习惯 都说电影会使人的寿命延长三倍 我觉得是的 与此同时时间又会让很多东西显得渺小 那我看的电影越多 我得到的时间就越多 显得我自己就越渺小 那那块很高大的道德牌坊 也跟着我越来越小了 直到现在我已经觉得 其实很多东西 很多本来很重要的东西 都没有什么存在感 这个时空其实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是真正属于我的 比如一口好吃的东西 它只是一阵味道 会被时间冲淡 再被马桶冲走 再比如我挣来的钱 无论拿来买什么 也就是摸一摸 最后也不属于我 钱的想法你是不知道的 你只能拥有钱的身体 无法让他们从精神意志上服从于你 如果从精神层面看这个世界 我真正能够拥有的 其实只有我自己 我原本是这么觉得的 但是这个时候 一个叫做爱情的东西出现了 如果一个人拥有的只有自己 换言之 他能够给出去的也只有自己 所以一旦有人开口说 我愿意 或者我爱你这句话 那它将变得一无所有 但是它也让另一个人能够 真正意义上拥有一件 自己之外的东西 精神层面上的拥有和给予 这是所有别的东西都做不到 只有两个人能够互相实现的事情 宇宙也无法干涉 时间也无法剥夺 这是身份 地位 年龄 性别 道德 正义 法律 甚至生命 都无法做到的 这就是 压倒一切的真正的爱情 是一个人可以真正拥有的 唯一的一样东西 那么 废话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时间 散会 那些人能够想起来 我被人的知名身上也有分�了 請看看看看 我的意思是 兔演員 都知道呈現力氣 去做事 顧著看看 是怎樣的 我沒有在意 我生氣了 我生氣了 감독님은 예술적인 부분, 본인의 어떤 의지에 대한 부분에 있어서 납득하지 않으면 그것을 타협하지 않는 분이시기 때문에 저도 사람이다 보니까 겁도 나고 해서 좀 이렇게 가시면 안 될까요? 이런 얘기 몇 번 했는데 한 번도 이긴 적이 없네요. 이길 마음은 별로 없었던 것 같아요, 제가. 좋았으니까 어떡하겠어요. 그래서 참 프로듀서가 자기 카드 쓰고 와이프 카드도 쓰고 이렇게 돌려막기 해가면서 그렇게 영화를 찍었어요. 그런 내세을 안 했으니까 모르고 그냥 막 한 거죠. 나중에서야 그 얘기를 듣고 참 미안하고 고맙더라고요. 그런 에너지들이 그 시대에 어쩌면 있었을 수도 있죠. 그러니까 우리가 젊었을 때라고 그냥 치부를 하기에는 그때 그 경향들이 있었고 우리가 만드는 것들이 그렇게 되면 그 다음에 또 그 다음 날 그 다음 날 그 다음에 또 만나요. 作詞・作曲 李宗盛